珠海航展之前看到 重大陸空軍成立75週年 有一個主題的宣傳影片叫為你 有看到了像是殲20 殲16 殲10C還有殲16D 四艦克銅框 其中來看到是包括了 殲20還發射了英籍21導彈 那真的是也是非常的 讓美國也要緊張了 英籍21都發射給你看 我去時間很短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只能看看一部分的展區 沒有辦法全部看 很可惜的這件事情 先說這一次的珠海航展 我認為第一個要注意的是什麼 俄羅斯把他最先進的戰機開來 跟中國最先進的戰機同框 這在表達中俄聯姻 在表達中俄戰略合作 給誰看 大家心知肚明 給誰看對不對 這一點政治意義非常的大 第二個中國大陸現在把幾個 包括殲35 殲20都亮相 這是全世界跟美國兩個國家 唯一有兩款隱形戰機的 美國F22還不能再量產 中國大陸量產 它也生產了不少價了 180幾 F22跟F35 F35賣的生產量比較大 沒關係 大家做得出來量產就慢慢來做 因為F22實在太貴了 美國各位受不了 現在殲20有幾種特殊的發展 第一個它就直接 英級21是什麼 水漂彈 是一個很特殊可以攻擊船艦 移動目標 也可以攻擊陸地上的固定目標 是一個很棒很棒的 一個巡弋飛彈 美國沒辦法攔截 英級21確定 美國目前沒有能力攔截 再來殲20又出了一個殲20s 殲20s 就是專門用有人駕駛的殲20 然後它雙座 後座的人可以怎麼樣 可以來控制中程寮機 中程寮機可以有人的也可以無人的 那是以無人的為主 大概一架可以控制到 左右各兩架至少有四架 那這個在整個操控系統上 是一個很先進的一個發展 美國F22現在只做到單座 還沒有做到雙座 你單座要去控制中程寮機 似乎以目前的技術可行性 還沒那麼高 因為你一面開 還要一面去控制其他的飛機 這個想的難度就不是一倍兩倍 所以等於是中國秀肌肉 這種整個中國的崛起 軍力的崛起 的確是給中國的老百姓 很大很大的信心 但是同樣的也會對北京造成很大的壓力 很大的壓力就是說 那我們有這麼多的軍力 我們有這麼多武器 我們這麼強大的解放軍 我還要對美國步步退讓嗎 就會產生這個 所以變成中國大陸對外的政策 或對台灣的政策 要軟化或者退讓的空間 就越來越小 因為老百姓會質疑 我繳那麼多歲 讓這個共產黨政府去發展出 這麼好的軍隊這麼好的武器 那你什麼看到美國還往後退 裴洛西來你也退 這個來你也退 這個就會造成對中國大陸 很大的政治壓力 那很大的政治壓力 就是對賴清德集團很大的警告 中國大陸怎麼可能對你退呢 以前說哎呀我海軍也不行 空軍也不行對不對 都輸美國 那彼此摸一摸 像1996年有沒有 我彼此摸一摸 我退了 老百姓能夠量級 你現在拿出來 珠海航早 我這個也比你強 那裡也比你強 都是你北京講的啊 結果你現在 美國跟 如果再跟賴清德 台獨集團 貨在一起 那我們 我們解放軍又再退的話 只是他們動不動 落盡平安 就回家吃晚飯 大陸老百姓會給北京 無窮無盡的壓力 對北京來講 面對這種壓力 他沒有別的辦法 東征台灣 對 那這個是 也是希望這個狀態 能夠可控 尤其是政治能夠解決 但是比較好 我想問一下大使你怎麼看 因為呢 這個中國大陸你看 珠海航展之前 就讓大家看到了 這個殲20 發射了英籍21 剛剛委員也提到了 殲20還有雙座版的 就是殲20S 對 所以它很厲害 因為它可以指揮中程鳥機 那這個美國之前 也想要有這個 這個有雙座版 但是因為太貴了 等等你就沒有做出來 所以等於在這個殲20 這個指揮無人機這一塊 中國大陸是彎道超車了 那當然 因為殲20本身 就是重型戰斗機 它的那個 本身的那個 盾數就很大 所以它本來是單座 現在又變成雙座版 而且它是雙發 它是雙引擎 那我聽那個 這個張艷廷 張司令他講 他的推力 非常的大 所以呢 這個就變成一個 等於說是 它本身 就是一個空中作戰的 它可以作為一個指揮的中心 因為它雙座了 前座的人就可以 專注於怎麼樣 專注於這個駕駛 然後進空的這些 後座的就是一個 怎麼講 就是一個戰勤指揮中心 它除了指揮這個寮機 這個無人機的寮機 它還可以跟什麼 這一次也是 在這個珠海航展 首次 這個問世的殲35 一起做 一起做什麼 協同作戰 所以就是說 中國大陸現在 這一次我覺得 就是說這個珠海航空展 我覺得在這個 時刻出來 這幾個亮艦 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有料 有時候亮艦亮了半天 那個艦不立 反而自負其短 這一次除了殲20之外 還有就是殲35 那殲35之外 還有 不要待會會不會講到 這個 紅旗19 這幾個都是非常非常 大殺氣 非常非常犀利的新武器 也有說紅旗19 已經長了10年了 這次放出來 放到珠海 為什麼在這個節骨眼放 我覺得基本上就是 國際情勢當然是 越來越 越來越這個尖銳了 兩場戰爭還不要和時完成 另外還有一個 這個好 完全以美國利益為中心 不鼓別人死活的一個 川普上台以後 那川普尤其在這個 很多事情上 他是不可測的 這個不是今天 今天中國大陸的這個 評估出來 而是美國全世界都說 川普唯一對川普能確定的 就是川普是不確定的 所以呢 所以就是說在這個時候 必須要有怎麼樣 手上有殺氣 那這次還有最大的一個 無人艦 500噸也出來了 那還有這個就是說 風群無人機的 這種 所謂的高超音波的武器 統統在這次珠海上 都拿出來了 那剛剛就是說 俄羅斯也是非常非常的配合 這是一個外景 157 157去 所以我覺得這次珠海航展 我聽了很多人講 不容易去 搶翻了 像這次連很多我們台灣 這些軍武的記者 這些通信社 結果都很難申請到這個 記者採訪證 那變成就是說 真正是等於說 洛陽只貴 那一票難求 那我想就是說 這一次的 這一次中國的這個珠海航展 這個已經不是 以軍售為目的了 我覺得它本身強 本身在這個時機點上 那麼有很強的政治 國際地緣政治 跟國際安全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展示的作用 那展示什麼 中國大陸 講了很久的這些新武器 那這一次的紅旗酒 可以打它的系統 整個人家講 是超越美國的薩德系統 很多 超越很多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這些部分 在這個時候 川普上台的時候 先給川普一個 下馬威 我覺得就是這個意思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 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西膚彈性水嫩 輕鬆不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九月 八月 三月 二十五